各位观众,心事头牙 今天我请到吴豪医生 我们从未说过这一科 就是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 多谢你,吴医生 多谢 我一定要问一个代表观众 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 就是大腸癌 其实我们吃很多脏的东西 在街边锁鱼蛋 或者去到高级餐厅 吃些不知什么 其实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我一听到大腸癌 先不要说特别是癌症 先说大腸的功效是怎样用的 大腸你说得对 是承受了很多脏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大腸是负责收集垃圾 我们吃了所有东西 胃会受了第一针 消化了 然后小腸吸收营养 但去到大腸 其实营养差不多已经吸收了 大腸到最后 其实纯粹是接收 消化了食物的渣座 它的作用一来就是把水分吸干 即是把食物里剩下的水分 把我们饮下的水分吸入血里面 但另一方面 真的是用来做垃圾 所以你说大腸是我们人类的垃圾桶 都不为过的 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对的 那些脏的东西的意思是致癌物 或者所有加工化学的东西 到最后会在大腸最末端 即是大腸是浓缩得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腸究竟有多长 以我所知 腸可以很长 即是可以拉好很多理 我看这些公仔 它当然像L字那样 由肚瓷度一直上升 不知怎样打L字 其实我们放垃圾那段有多长 大腸大概1米左右 我们整个小腸和大腸 大概是7米左右 大腸的1米 其实有分不同地方 你说L字 其实都是几个打弯的位置 其实我们比较一个门字 大腸其实我们的肚 即是简写的门字 简写的门字 没错 左边右边上边打横 都有一扇大腸 然后到最后 其实我们连着肛门的一字 叫直腸 昨天说直腸、结腸、结腸 大腸的意思是直腸加结腸 即是我们去到食物 吃到差不多 去到少少营养之后 那一米的肚子 全部都是放垃圾 差不多 一米之后 好像门柄到地下 门两米 这一节我们可以说 正常来说 每个人去厕所的习惯不一样 有些人说要天天去厕所 有些人说不是 我习惯两天、三天 有些人说我都不太畅信 都不知何时 其实应该这条腸 一米高 放我们的糞便 或者放不干净的垃圾 应该放多久 或者有没有指标 或者放多久就已经很糟糕 或者不健康 你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因为很多人都很关心 究竟什么才是正常的次序 或者多久才是大便才是好 医学界没有一个严格 一定说多少日便是好的 但我们说有几件重要的事 第一它应该是一个规律的习惯 例如它整世人一路都是平均 一天一次都可以 如果它一路平均 三天一次都可以 但它突然之间三天一次变成 一天一次又不正常 它原本一天有 突然之间变成三天一次 我们又叫它做不正常 所以第一是有规律性 第二 当然你不能太夸张 例如一天有一至三次是很合理的 又或者有些人 他真的整个星期才去一次大便 但他去得很清 我们都会接受的 但多过一个星期以上 而经常发生 甚至乎产生肚痛 肚脏 甚至乎大便出血 这些我们为之是不能接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